我天天在做节目 有一次呢 一个听众反馈 在公交车站 他度了一个坐轮椅的老妈妈 离过婚 而且儿子对他不好 所以老妈妈收拾东西 要离家出走 那很惨的啊 这位童修就把台长的碟片呢 给他看了 老妈妈看了五个小时 连饭都忘记吃 最后他开始念经 只念了一个星期 儿子打电话 就把他接回家了 老妈妈又念了 两个星期的小房子 自己就能走入了 轮椅就扔在家里 现在他可以跑着 去拦出租车了 我给你们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我三个星期前 在一个公交车站 坐了一个坐轮椅的老妈妈 他离婚了 儿子跟他关系也不好 那天他要离家出走 旁边放了一堆东西 我看了之后 就把师父的 别师父介绍给他了 他回去花了五个小时 他说那天饭都忘了 吃了 看完了他就跟我 要经书 叫我问我怎么念 最后他念了一个星期 他儿子就给他 打了两个电话 那天过来把他接回去了 我说你要坚持 给他念几节奏呀 他说是啊 我坚持 结果他说 他儿子现在对他 好得很 那个语气 从来没有这么样 后来他念了一个星期的功课 我跟他说 一定要念小房子 你的腿有救吗 他说他在大医院 花了几万都没有好 我说你一定要念小房子 你会好起来的 结果他就 马上就跟我 要了小房子 他念了一个星期的小房子 念到有一天 晚上看手机的时候 两道白光虫 在手机上出来了 就有效果 他说他那几天 真的腿就不疼了 他现在念了三个星期的经 念小房子两个星期 他这个星期 在马路上 轮椅完全就不要了 在家里了 他打电影还跑着去男低时 他很高兴 他说他现在 他天天除了念经 只要又有空 有念经 念了经常什么都忘了 现在你知道了吗 为什么台场会在法会上 叫人家就站起来 走路啊 现在知道了 对 我要继续去努力的去帮助别人 谢谢 谢谢